中国广州经济学家达爱民 信其一表示 中国近年货币超发 但是货币超发 不能简单的等于通胀 尽管货币很多 就是我们投资很多 什么什么MR很多 但是这些MR投下去以后 转化成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的 那一部分量是很少的 很有限的 所以的话 现在老说说 这实体经济不行 实体经济不行 就是因为消费上不去 有钱的人卡消费饱和了 不消费 没钱的人 讲消费 没有购买力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只有通货紧缩 清华大学的研究认为 2015年第二季度 中国经济增速继续下行 这种走缓的主要原因 在于中国经济 自发的增长动力不足 内需不足主要体现在 投资不足 而投资不足的最主要体现在 于房地产开发的 投资增速乏力 不过目前在美国 做访问研究的 原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 表示 就是官方的统计数字 实际上是我认为是残水的 就是老百姓感受到的 从日常消费中能感受到的 这个通货膨胀水平 应该是比官方公布的 要高得多 官方通常是公布是 2%左右的这种通胀率 但实际上老百姓能够感受的 可能在8%左右 所以说这个差距还是蛮大的 清华大学的研究还指出 中国已经进入 结构性通缩 而非全面通缩 因为中国消费仍然保持 平稳较快的增长 劳动工资率也平稳增长 在中国经济运行 持续下行的情况下 中国财政部部长 朱光耀近日表示 2015年下半年 中国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其中包括适当扩大财政赤字 达安民对此表示赞同 因为在相对没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 甚至有比较轻微的通货紧索的情况下 扩大财政赤字 并把这些财政赤字呢 很好的用到保障民层上来 因为你上半年经济不行了的话 肯定就业就不行了 那就业不行了 大家没有工作了 那又怎么过 那么你就用财政赤字 平安公司养老金颜提高一些 这么一整消费就提整一些 有些失业了的 他有这么个钱 他又去消费 那消费了以后 他又会创造新的这个就业机会 那么这样的经济就会好一些 不过夏业良教授认为 今年下半年 中国政府将实施 包括适当扩大财政赤字的 积极财政政策 是在沿用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的做法 就是在经济萧条的时候 要增加政府支出 增加公共工程 但是凯恩斯主义在很多国家实施过 最后带来很深刻的教训 他让发展中国家可能在十年二十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面 没有办法再继续增长 所以说大家都觉得非常要慎重 也不能随意采用 也不是说不可以 但是只是管短期 从长期来看它是有危害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 通货紧缩是市场机制 自发作用下经济过度繁荣 必须付出的代价 政府对待通缩的态度 应该是不干预 中国经济究竟是 面临潜伏的通胀危机 还是像清华大学研究 得出的通缩威胁 以时为天的中国老百姓 其实关心的只有一个 就业和物价